董哥所以現在這個林秉書 我們說拉菲爾林 他現在發出這一份文 他到底是要救小智 還是他是要跟別人講話 不是我覺得他在 他在表達自己那時候的不滿 就是說你們拿我的錢 每個人都把我當兄弟一樣 那現在出了一點事情 然後就每個人把我當陌生人 跟我不熟跟我怎麼樣 我覺得他倒沒有說 我要救小智或怎麼樣 因為小智已經無藥可救了 老實講 現在只是 台灣人很多人要媚著良心 他的良心能夠媚多久 就剛有志哥講的智力測驗 對 這智力測驗 這智力測驗其實已經一個示威題 其實台大他找了那麼多人 還有中華大學找那麼多人 來當那個審查委員 以我看根本就不必 你就隨便挑五個小學生 每個人各給他兩本這個小朋友 同樣 這邊跟那邊一樣 下面幫我畫黃線 我給你五百塊對不對 拿出來兩本一定都是紅通通的 這小朋友可以看到國王沒有穿衣服 這個哪需要什麼 什麼專家學者不需要嘛對不對 那我覺得說今天就是因為 因為蔡英文他已經下達了這個命令了 那這個有人叫做 叫做媽的多重宇宙 對 是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多重宇宙跟人家不一樣 既然 蔡英文都要挺了 所以各路人馬 那大家可以看就是 所有 所有 無所不用其極 當然 指導教授 指導所有人的教授 還是陳明通 他不要露面 他就聯繫發文 用這個來嘛 那這個是隔空串 這個高速裡面 我要講哪些 那我覺得 因為這事情從7月5號發生 就長情 我的推斷 一定是陳明通給我 那這個 我要來做指導 那我要指導所有 立營的人要怎麼講 因為我知道蔡英文要立庭 所以你想到了他第一個一定幹嘛 我覺得他第一個一定打電話給余震皇 你要嘛就出來幫忙講 要嘛就給我引機起來不要講 那余震皇呢 你如果猜想像的話 余震皇現在在讀博士班 博士班的指導叫做是陳明通 那你又是調查局的 我是國安局 國安局管調查局 所以我是你行政上的長官 也是你指導的教授 所以你現在有兩個命脈在我手上 一定是這樣嘛 那如果用這樣去推敲的話 你會發現 後來余震皇 他不願意照這個基本演出 他隱忍了三個多禮拜 他最後 雖然他不選擇出片 他公務員嘛 那可是他去台大的 審查會那邊去做說明 那他原來是一個配角 可是被講成原來是他在抄襲 所以你把這些林林總總的話 會發現說哇 民進黨發現說 本來以為只要余震皇不出來 我們也可以按照我們的基本 反正就是余震皇抄林之間 那他現在講我沒有啊 我就自己老老實實的寫啊 我認為寫的好不好沒關係 你們都可以批評 但論文我是自己寫的 那光這句話 你就讓民進黨裡面都要趕快 大家要出來 阿通司你不是說你可以掌控了嗎 現在不是啊 那就你出來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又趕快寫一篇 今天又寫一篇 就這樣 那這些其實就是隔空在跟那些人講 你們就照我這個基本嘛 所以你把這些東西看起來的話 民進黨現在他簡直是節節敗退 因為你要 沿一個謊就要用很多謊 那這個謊到後面你就會弄不住了 那我覺得說 今天整個民進黨 就像高嘉儀所講的 基隆北北 然後桃竹一師五命 其實高嘉儀弄錯了是一師六命 包括他自己 他自己啊 一師六命 看得出來啦 是所以整個泰式民進黨現在 我覺得他們也很頭痛 可是 謊要一直言下去的話 有多少老百姓接受呢 難道大家的 致力都開始秀下線 就好像 叫狗人吃萊豬 沒有錯大家就秀下線了 通通同意吃啊 可是沒有人真的去吃啊 這就是民進黨的厲害 董哥幫我們評一評陳仁中 他其實在釋出了最新的主視覺也好 等等的 但是還有他的slogan叫做 把視做好 雖然很多人看不太懂這個 當然就鄭玉鵬他PO完之後說 大家就試吃水溫借體發揮 那很多人就是釋出這張照片 其實這張照片 我並不覺得是好的 好的一個象徵 不過沒關係 因為我們看到陳仁中 開始主打一個新的形象 他不管是之前的暖男大叔啊 或是他半夜深夜 還在吃這個宵夜吃泡麵啊 非常的親民 他也說這次的主視覺是拜託 以不施加壓力的方式 請他的兒子幫他設計的 然後呢 影片的配樂 老婆的拉著大提琴 幫他去做相關的設計等等的 不過現在比較想問的就是 其實相關的媒體也開始動起來 幫忙去擦肢磨粉 剛剛有機會在上個小時也講過 現在的媒體都不去挑戰了 最會做的事情就是幫忙擦肢磨粉 因為我們看到的是 其實他昨天出席一場活動 然後那活動上面 有三個不同的團體 或至少有三個不同的人 跑來跟他抗議陳情等等的 不過你知道 你之前是常看到是這些都不會被報到嗎 沒有喔 他報了 不過他報了之後 這相關媒體居然打說 一場就遇到了三場抗議 媒體把它解讀為 叫做媒體效果太強了陳時中 當然啦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陳時中在龍山市 不是那個人被偷走嗎 那偷走以後 大家就覺得怎麼可以這樣 民主社會 別人任何人都可以表達 長久時代還被丟鞋子耶 大家可以看到 那後來他們就 畢竟是很會嫌疾的嘛 他們很多東西把它轉圜 所以來抗議表示說 你看大家都來找我 找我才有效 變成我的包青天了 對變包青天了 他就變 所以一個話看你要怎麼講啊 講的話就很巧妙啊 對不對 比如說林志堅說 我新竹市長推秀以後 我帶我太太跟小孩到美國去 所以抽號叫美麗堅嘛 對不對 那後來發現 抄襲了 所以抽號叫超跑堅嘛 可是有人替他解凡啊 他現在叫工具堅啊 是不是 女生特首的工具堅啊 從美麗堅到超跑堅到工具堅 看你要怎麼解釋嘛 那陳時中情況一樣 因為他過去 老實講冷冰冰啊 可是他把它做成一個很軟男 過去多麼冷冰冰 小明自己選擇了國級 那你自己為國級負責 小明只有兩歲怎麼選擇國級 對不對 你就不給台商的兒子回來 那是一個很冷血的人啊 沒有人性嘛 那我們可以看到 後面更多沒有人性 是去阻擋BMT 所以這一些 一再一再的發酵 陳時中為什麼敢出來選 因為他認為說 我在防治新冠病毒 我是有功勞的 他也因此而成為大神級的人物 那可是 到台北市來選 台北市萬華又被他們說 是一個破口 那這個破口 會不會成為陳時中的破口 這裡的老百姓 討厭他的人顯然已經會非常多 所以他已經講了嘛 他兒子兩個兒子都在萬華生嘛 他不是也跟萬華說七次心疼嗎 是啊 那他現在就是在搏這個感情啊 所以我說他的競選團隊 非常厲害 而且把他做得很軟啊 譬如說 他競選團是吳思瑤 那吳思瑤 他就會在裡面講東講西 他講什麼呢 他講其他候選人喔 四嶺北投地區 有個候選人叫林延航 那過去是莊惠熊的助理 他說你看 哎呀我都比不上林延航 林延航新人 巴拉 人家有兩個小孩 我都還沒結婚耶 齁就可以開始從這個地講 那 齁大家不用替我召集 我選後以後我再怎麼樣 陳時中馬上就接話喔 說大家趕快來報贏 幫吳思瑤 徵求男朋友的意思啊 就是說 他可以把這東西弄得很軟 就是說所有方式 都是要輸到他一個軟男大叔的樣子 那這個大叔的樣子 現在當然 太太出來拉琴 小孩幫他做 好像一家人都很肯定他 很希望 你們認識我爸爸陳時中 就是那種態勢嘛 那這個真的是非常會嫌棘啊 可是陳時中最大趙文是 他對台北市根本不了解 過去跟台北市也沒有 沒有什麼奄言 所以你只要讓他講到市政 他就方向左板 他講捷印就被科批修理 你根本沒執政過在那邊 他也沒有內容嘛 對啊你沒有內容 那如果 記者如果在跑他的行程喔 比較針對市政 因為你要當市長 畢竟就是推動市政嘛 你隨便市政問他幾個他 他絕對不知倒地 因為你 他不曉得你要問什麼問題啊 那他也知道自己的趙文在哪裡 所以 他就每天 故意塑造這些跟市政無關的 很軟然的東西 那這一軟然的東西 就可以看到說 陳時中根本在這場選舉裡面 不要跟你談市政 因為這是他最弱的 那蔣萬安在這裡當過立委 黃珊珊當過副市長當過議員 他們當然是比較熟悉啊 所以對陳時中來講 他不熟悉他就把他撇開 然後去塑造自己的情況 那他的戰略其實 從頭到尾從過去到現在 都是很簡單啊 讓黃珊珊去拉蔣萬安的票 他就當選了啦 意思就是這樣嘛 所以我們看到 整個陳時中 他在整個選舉 他所有所作所為 是後面很多人在幫他推動 我每天出一個東西 今天 哇 邱風光出來幫我 邱霸子耶 柯文哲的好朋友耶 挖牆角了 對啊 都來幫我 哇 原理就在討論 對不對 就變成這樣嘛 對啊 那老實講 去警戒打聽一下 這些人是什麼啦 對不對 我跟友志都很熟悉啊 什麼霸子啊 但是這些不講他啦 我告訴你 陳時中以為用這個方式 就可以讓老百姓 不曉得他對市政根本不瞭解 然後 在整個防疫的構成 台北人印象是最深刻的 對不對 我們剛剛講那麼多 台北那時候被稱為 什麼查理王 葡萄王 獅子王什麼 那時候都沒有棋子大陸 最大的棋子大陸在哪裡 最大的棋子大陸是 所有萬華人被他們定位 被唐厚那個定位 你們萬華人只要到哪裡 出示你的那個毛 你萬華來了不准進來 那是把人當作下等人你知道嗎 市政公民 你只要戶籍在萬華了 就被標籤化 那個時候真的就是這樣 那你說你是一個 有人性的衛福部長 或者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指揮官 你怎麼可以這樣呢 那這個手法就完全 在對付小營一樣 小營你爸爸是台商 你就比較可能親中 小營只有兩歲啊 戶籍是你設你要自己負責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人是沒有人性的 台北視頻要選出一個 沒有人性的人當市長嗎 是不是 經常這晚上睡不著覺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717 若於幫你來打折 請看 對 謝謝